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 我是慧文 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 习近平紧急喊话找外资 二十大前风暴 东航罪机最新爆料 加拿大正式禁止华为中兴进入5G网络 澳洲大选在继 中共嗜好两党候选人都不买仗 马斯克老妈成了最年长泳装封面女郎 专家对香港疫情感乐观 预计暑期市民户外不需要戴口罩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习近平紧急喊话找外资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8日 在一个与投资贸易相关的会议上发表绿像讲话称 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来越大 在习对外之喊话的当日 李克强在云南 尹增长尹市场主体保就业座谈会上对议会者说 经济下行的时候要坚定信心 有媒体报道说 中共一号人物和二号人物同日喊话 一个对外一个对内 看来北京为了找经济也是迫进了 5月18日 适逢中国贸促会建会70周年之制 中共当局在北京以庆祝为名 举办了一个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日在峰会上进行录像讲话 习近平强调 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有分析认为 资金大规模撤离中国正是形成趋势 习近平借中国贸促会建会的机会向外喊话 有稳定外资信心的用意 今年以来美联储进入加息通道 资金形成回流美国的趋势 境外投资者正是抛售中国资产 中共的清零政策打击了外商信心 他们纷纷用脚投票逃离中国 今年以来美联储为压制高通胀 结束量化宽松进入加息通道 今年3月和5月两次加息 其中5月加息50个基点 也就是0.5% 是美国自2000年以来最大幅的动作 英国BBC中文版5月19日报道说 美联储加息后 意味着更高的利息回报和金融资产回报 这个将导致新兴市场的国际资金 回头流入美国市场 据《华尔街日报》5月18日报道说 数据显示 在4月份境外投资者减持人民币债券 161亿美元 是连续第三个月减持 4月份卖出的机构 包括位于列治敦斯登的金融机构 VP Bank AG 习近平今年最大的事就是在中共二十大争取连任 但自年初以来 中共病毒变种Omicron在中国多个散爆发 中共以动态清零政策对一些地区实施封锁 尤其是在上海实施的封城措施 引发无数次生人道灾难 并重创中国的金融和经济 国际知名机构不断下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速 从而对中共在今年3月提出的 全年5.5%经济增长目标形成威胁 在熟悉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分析人士看来 清零政策和经济增长是互相抵消的两个目标 华尔加日报之前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说 清零似乎是北京当局的一个执念 要以此证明中共专制体制的优越 做到西方民主体制做不到的事 德国经济周刊5月17日报道说 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已经失去变通余地 一旦改变政策路线 可能会危及他在秋季争取连任 20大前风暴 东航罪机最新爆料 3月21日 东方航空MU5735失事 造成全机132人离难 中共官方至今未公布失事原因 5月17日华尔加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 根据黑客飞行记录数据显示 这场空难极有可能是人为导致 而这场空难的最新爆料 竟被指向同中共党内内斗 习近平和江泽民的恩怨有关 而事件在最近爆发 又和今年中共二十大决定下届领导人息息相关 中国东方航空MU5735航班3月21日坠毁在广西山区 机上乘客同机组人员132人传送离难 当时坠毁原因不明 但根据监视器画面显示 机头朝地面向下 垂直往山林坠落 呈现死亡苦衷 对此根据前波音机师的分析 若是机械故障 全机引擎停机和电控系统故障 导致全机断电的机率微乎其微 因为机身本身有多个辅助系统 不可能同时损坏 任为因素导致聚机的可能性最大 事隔两个月 华尔街日报17号独家披露 机上黑盒飞行数据显示 仓内有人蓄意破坏造成飞机坠毁 而一名熟知美国官员初步评估的知情人士透露 这份评估是来自飞机受损的 飞行数据记录器所提取的资讯进行分析 支持这份初步评估的理由 是因为目前带领中共官方调查的团队 并未发现任何机械或飞航控制的问题 而这架机型波音737-800是全球最安全的客机之一 报道又说 这位知情人士亦表示 美国官方目前将调查焦点转向一名机师 不过也有可能是机上人员闯入驾驶仓让货 而无论是波音公司或是相关航空安全监管单位 截至18日都未针对这种重大事故 发布服务公告或安全指令 华尔街日报说 这份美国官员的初步评估尚未被报道过 不过4月航空专业刊物 黎汉新闻及分析曾报道 该架飞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初步读数显示 飞行员应该曾蓄意输入控制指令 对此针对机舱被入侵的可能性 东方航空回应说 这种情形不太可能发生 因为事发当时并未有任何紧急信号回传 另外东方航空回复华尔街日报的声明也说 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该架飞机有问题 又强调机组成员的健康状况 家庭成员与财务状况都良好 东方航空又说 他们并没有责任对这种事故进行调查 同时也引述中共官方在4月20日的初步调查报告指 相关数据和黑客分析结果都还在调查中 相关调查单位就说 可能需要一年甚至更久 他们先可以宣布最终调查结果和事故原因 不过在先前相关意外事件的调查中 国际当局曾对于人为蓄意导致罪机持分歧意见 加拿大正式禁止华为中兴进入5G网络 加拿大政府在礼拜四宣布 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禁止中国公司 华为和中兴参与加拿大本国5G网络建设 有要求逐步移除已有的相关设备 加拿大创新科学和经济发展部长双磐飞 和公共安全部长马首诺 星期四下午宣布该消息 双磐飞在当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 加拿大政府正是确保我们电讯基础设施的长期安全 作为其中的一部分 政府打算禁止将华为和中兴产品和服务 纳入加拿大的电讯系统 这是在我们的独立安全机构进行彻底审查 并和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协商之后的结果 双磐飞说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部长迈迪森诺召开记者会 表示5G科技将贯穿全加拿大 涉及加拿大目前和未来世代的国土和公众安全 加拿大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 防止将加拿大置于危险之中 加拿大决定禁华为 还要令它和五眼联盟情报网络中的盟友 美国、澳洲、纽西兰和英国保持一致 这些国家都以禁止或限制了华为设备 这个决定对加拿大国家安全和外交将产生重大影响 加拿大政府还将很快出台能源科技等一系列措施 保证加拿大的发展和安全 澳洲大选在职中共示好 两党候选人都不买仗 澳洲将在礼拜六进行三连一度的联邦大选 中共方面捉紧这个时机向澳洲政界示好 不过这个似乎无法挽回近年来已经急剧恶化的澳中关系 在野党、工党方面已经表示 在应对更自大、更激进、更强制的中共时 它的政策和执政的保守派联盟相同 2020年初新冠病毒在全球爆发后 澳洲莫里森政府率先呼吁西方世界对病毒源头进行调查 此举惹怒了中共 之后中共多次对澳洲实施报复性出口限制 澳洲官员近年来一直对中共对外对内的多项行为表达担忧 其中包括中共在有争议的南海海域扩张 镇压香港易见人士 在新疆侵犯维吾尔人的人权等等 在澳中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 中共称大选后是缓解紧张局势的好机会 并在寻求和赢得澳洲大选的任何一方进行谈判 不过无论是寻求连任的澳洲总理莫里森 还是工党领袖艾尔巴内塞都认为 澳洲和中共之间的关系是结构性问题 并非通过言论就可以解决 近日一名匿名中共官员说给英媒维布知 中共真诚希望改善和澳洲的关系 不过它并未公开说明中共方面 将采取什么具体行动改善关系 另外新任中共驻澳大使肖谦 自1月抵达澳洲首都坎培拉以来 都多次公开表示愿意与澳洲对话 虽然澳外交部长佩恩 与工党影子部长黄佩尼 都说对对话持开放态度 但他们也强调 在国家利益、安全和主权问题上 澳洲不会退让 马斯克老妈登最年长泳装封面女郎 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74岁高龄的母亲梅依 成为运动画刊最年长的封面泳装毛特尔 梅依是运动画刊2022年四大封面明星之一 另外三人分别是实景秀明星金卡达厦 歌手直阿拉 以及具有音乐家、时尚企业家等多项身份的 亚裔混血名模有美 梅依同来自台湾的华裔摄影师赛宇 去到贝里斯拍摄 赛宇在超级名模生死斗 与亚洲超级名模生死斗 实景秀中担任创意顾问和评审委员 如果我自认为还可以当上运动画刊无特意 人家会觉得我是傻的 但我现在就在这里 梅依在习至19号发行上市前 放出的月录影片中笑着话 我很兴奋让人知道 活到70岁依然耀眼 专家对香港疫情感乐观 预计暑期市民户外不需戴口罩 香港在19号进一步放宽防疫社交距离措施 包括酒吧、卡拉OK等厕所都可以重开 有政府专家指 目前确诊个案多数是轻症或无症状 如果7月暑期开始时没有新型变种病毒出现 市民在室外可以不用戴口罩 社交距离措施19号放宽后 酒吧、卡拉OK和浴室等都可以重开 分别最多4人一台和8人一房 并可营业至凌晨2点 餐厅酒楼营业时间延长到午夜12点 维持8人一台 宴会人数上限升至120人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 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帆毅出席商台节目时说 他对疫情感到乐观 他又说 目前大部分确诊个案都属于轻症或无症状 而只有重症和死亡个案才反映疫情的严重性 因此不用太关注每天的确诊数字 他以玛丽医院为例 目前只有3名患者因中共病毒入院 较高风期的500人大减 没有对医疗系统造成压力 他认为去到7月没有新型变种病毒出现的话 市民在室外可以不用戴口罩 熔断机制可以取消 访港旅客可以居家隔离 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在同一个电台节目中也说 即使每天确诊数字上升到600宗 甚至过千 只要绝大部分都是轻症或无病征 就不应对复常部分构成任何影响 他说目前有近一半人已经完成接种三剂疫苗 只要继续推动接种 就可以继续复常 不过港大医学院院长 政府专家顾问梁彩伟教授日前缺话 以数学模型推算 两个礼拜后香港将爆发第六波疫情 7月上旬会见顶 又叫香港人 这两个礼拜要约人见面就好见了 否则将会在第六波爆发再次收紧见面 香港方略首席研究员潘卓虹 就批评梁彩伟是小丑 直指即将从港大医学院卸任的梁彩伟 是与北京人勢不忧 香港之所以乱 就因为有小丑当道 教育局也因应新的社交距离措施 更新学校防疫安排 放宽学校举办活动的要求 学生可参与半日而无需脱下口罩的活动 例如毕业礼、开放日等等 另外每日上学前快测安排将维持到6月下旬 同时室内运动只要场地符合换气要求 就可以脱口罩 在康民处体育馆运动的市民都觉得呼吸畅顺了 至于一些健身中心和拳馆等等 就反映难达到换气要求 希望政府放宽或提供资助 新闻播放完毕 多谢大家收听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